注入完出口或明细数据之后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进行相关的网上自检 我们看到PPT就是2018年7月3号 快捷小白网上进行自检 发现055的关单信息没到 066的关单信息到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自检的过程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们要把增税申报呢 先给零申报了 先给零填写了 他在技术数据采集里边 免离退数据里面啊 有一个增值税的申报表的项目录入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点新增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呢 进行自检的时候呢 相关的这个数据呢 相关的这个数据呢 都不需要进行填写 我这里边怎么有数据啊 因为我们在进行演示的时候呢 给大家录入了提前 一般来讲啊 我们新增的时候 这个数据里面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点击保存就可以了啊 然后因为自检 我们没办法确认哪个关单信息 取决哪个关单信息是不起的啊 好了 增税申报啊 我们先保零保存 然后呢 进行自检 在数据处理里面 生成申报数据 免离退明系数据 自助半岁里面啊 点击自助半岁 要进行啊 我们的这个啊 自检的这个过程啊 好了 点击确定 好 出现了一个自助半岁的这个提示啊 我们点击生成 那么在点击生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咱们分为五指化申报企业和油指化申报企业 五指化申报企业的话啊 我们在生成的时候需要擦上我们的碎控盘了啊 那么油指化申报的企业呢 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它是五指化申报企业还是油指化申报企业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它生成了啊 我们在桌面上给它生成一个压缩文件啊 生成这个申报的程度啊 有一个压缩文件 点击确定 那么我们说怎么看它是五指化申报企业 油指化申报企业呢 我们点击维护啊 在企业信息维护里边啊 在企业信息维护里边啊 有一个是否为五指化 我们这里面显示的是一个否 当你是五指化申报企业的时候 这里面就应该是是了啊 那么我们因为也没有什么碎控盘了 所以我们就默认它否就可以了啊 你修改企业从事系统就有效 我就不用改它了啊 默认它就可以了啊 那么如果你是是的话 我们还要在系统配置里边 我们的运行参数里边有个UK的密码 就是你的碎控盘的密码 一般来说是8个8啊 我们给它配置上啊 配置上8个8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不用进行配置了啊 总之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是五指化申报企业 这个密码你要配置好啊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的这个桌面上啊 就有一个申报的这个数据了啊 我们数据很多啊 我们可以给它都删除了啊 我们再给大家生成一遍啊 这个我们可以反复的生成啊 反复的生成 好 生成一下 确定 好 生成的申报了 成功了啊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一个预申报的文件啊 你看 YSB啊 生产预申报啊 生产预申报 好了 那么我们 在哪个地方去进行预申报呢 上哪里边去进行预申报呢 我们看啊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咱们预申报的这个网站了啊 那么平常呢 咱们可以就登陆江苏国税局的电子税务局啊 这个网址也是有的啊 然后呢 进入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那么一般在我们的右面有一个出口退税的申报 我们一点击啊 进入了 进入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界面啊 那么我们选择生产企业预申报一点击 生产企业预申报 然后浏览文件啊 浏览文件 浏览什么这个文件呢 你就会选择我们的桌面的文件 然后点击确认上传啊 这就是把我们的预申报的信息呢 上传到服务器上啊 大概20分钟左右啊 我们这个反馈的文件呢 就可以下载了 把这个文件呢 就下载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啊 下载到我们桌面上 然后呢 我们通过数据反馈 读入我们自助半岁的这个什么呢 压缩文件啊 读入我们自助半岁的压缩文件 请选择反馈文件啊 浏览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点击打开啊 然后解压导入啊 解压导入 但是我们实际这个企业的这个反馈文件 不是这个文件啊 所以我们不用导入 那么你通过这个反馈的日志啊 申报的这个日志等等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疑点信息了啊 就是说他有的就是提示你的出口日期错了 就是他有的提示你的金额录入错了 我们就得重新修改了之后再进行自检 那么这一次呢 咱们会计小白呢 他的反馈信息是055的 这个关单信息在海关的这个信息库里面是没有的 就说明了海关站传输数据的时候 没有把相关的这个电子数据 传输到国家税务总局 或者是国家税务局在传输到地方税务局的时候 没有传输得到 一般来讲大概也就是七个工作日左右 你出口后七个工作日左右啊 到十个工作日左右 我们当地的税务局应该接收到我们的电子信息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由于电子数据包丢了 所以我们导致我们没有收到电子信息 没有收到电子信息啊 那怎么办呢 没有收到电子信息的话 我们当月就不能进申报退税了 对吧 055的这个就不能申报退税了 所以你在单证收齐里面已经把它给收齐了 是吧 那么单证收齐里面已经给收齐了 我们只能把它给撤了啊 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电子信息不齐呢 其实它这个晴天的这个系统呢 我真觉得特别费劲啊 明明是电子信息不齐 它还叫做单证不齐啊 也挺那个让我恼火的啊 讲讲就讲到这个单证不齐啊 好了 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给它删除了 就这个005的这个啊 关单我们可以给它删除了啊 我们这一期呢 我不给它进行收齐 是吧 但是呢 你如果给它删除了很显然的话 下次还要进行收齐啊 也不要麻烦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啊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呢 给它转移到下一个月 那么我们鼠标右键点一下 就会出现一个模块啊 点击数据转移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给它转移到2018年的7月份啊 好 当前记录啊 转移过去啊 转移了一条啊 还有一条啊 再进行数据转移啊 再进去 好了 这样的话 大家会看到啊 我们的收集前期数据里边啊 也就收集当期数据里边啊 只有什么呢 我们一张关单 也就是066的这张关单的电子信息啊 这个数据啊 好了 那么经过自检之后呢 我们发现啊 当期出口的两张关单 只有一张关单 电子信息是齐全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干嘛呢 啊 下面我就确认了增税申报 我们这把可以进行相关的增税申报 好了 我们把这个免底退数据录入里面的增税申报表 再提取出来啊 再提取出来啊 再提取出来之后 我们点击修改啊 因为刚才这些数据都是零 对啊 好 回车 年底退税的销售额是多少啊 年底退销售额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年底退销售额是多少 FOB价总共是63万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填写63万 好 年底退销售额累计也是63万 不得抵扣的进行税额也就是不得抵扣 税额是多少呢 同样也要看看PPT啊 11340 11340 11340 好 销项税额是多少呢 当期的销项税额是32000 32000 所以我们就32000 进行税额是5万 当期只有进行税额5万块钱 上期留底税额是0 进行税转出额也是11340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没有其他进行税转出额 当我们一个企业呢 可能会有其他进行税转出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进行税转出额是大于不得抵扣税额 在这里边我没有其他进行税额转出了 那我们这里边就和我们不得抵扣税额是完全一样啊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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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流底税额 应该就是我们的 6660了 6660了 6660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填写6660 在这里边我再次要吐槽一下江苏晴天啊 江苏晴天开发的这个增税申报表 整个表格没有什么计算的功能 全都是什么呢 我们手工合计手中填写的啊 这个还是比较坑爹的啊 那么如果有的企业提写错了啊 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申报啊 好 点击保存 这样我们表格就填好了 生产品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增税的申报了 那么下面呢 咱们企业要进行什么步骤呢 有的企业说我们要进行正式申报了 错啊 江苏晴天呢 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又给企业增加了一个 征免税明细数据的申报 什么叫征免税明细数据申报 我一开眼的时候也不太明白啊 什么叫征免税明细数据的申报啊 最后了解到啊 原来这是一个不得抵扣税额的申报 也就是你这个不得抵扣税额在生成完了之后呢 它要生成一个数据包 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征税的这个征管系统里边 再确认一下 这又是一个那个脱裤子放屁的这么一个功能了啊 我们点击征免税的明细申报 这样大家会看到啊 出口销售额是63万 对吧 人民币63万 10万美金的销售额啊 和我们的这个 填写的销售额 是完全一致啊 好了 另外呢 不得抵扣金养税额是11340啊 也是和我们的不得抵扣的金养税额 也是保持人一致啊 啊 我们继续坑爹的旅程啊 好了 这个需要生成数据啊 我们也同样把它放到桌面上啊 我们看看它到底要干嘛啊 生成这么多的数据啊 它生成的就不是压缩文件了啊 而是一个XML的这个文件 我们点击确定啊 好了 生成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关闭了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桌面上 我们会看到 哎 有个XML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要干嘛呢 也是一样要上传的啊 上传到哪呢 啊 同样呢 上传到我们的电子税务局 不是退税的申报系统 而是我们增税一般纳税人的月度申报 点击在这里边 然后进行上传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晴天出口报表的导路啊 点击导路啊 然后呢 会看到一个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抵扣的明细表 这个表干嘛 为什么要进料加工 光一般贸易没有进料加工呢 为什么也要保存这个表格呢 啊 而据晴天人员法 这是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表格啊 咱就不管了 反正就是这个步骤了啊 然后呢 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 大家会在我们增税的副表2里 就会看到 我们的不得抵扣的税额 就自动出现了 在这里边就会自动出现了啊 11340 你说他费不费劲 你说啊 真他们的费劲啊 费劲的很啊 好了 11340 这样我的这个进样税的转出额同样也是11340 他就起了这个作用 我是很奇怪啊 我非常非常的奇怪啊 为什么他都省去这个功能直接就填写11340啊 难道就是为了确认一下 但是我平常在进行申报突出现也对期末流底税额进行比较啊 我很难以理解啊 很难以理解 好 这个数据呢 就上传上去了 上传上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马上就要填写我们增税申报表了 因为我们的预审已经通过了 对吧 马上就要正审了 在正审之前的证管系统增税申报表呢 一定要填写完成 所以我们免底退的销售额63万啊 然后呢 63万我们看63万啊 然后呢 那销向税额 销向税额 销向税额是多少啊 3万2000啊 进向税额5万 进向税转出额啊 11340 11340啊 然后免底退英的销售额 先不用写啊 然后在下面有个期末留顶税额啊 6660 6660 填写错了 期末留顶税额是在下面啊 我这个word也不靠谱啊 期末留顶税额6660啊 然后呢 一保存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负表一啊 我就不给大家填写了 他比如说还有负表二 你可能还有进向税呢 也需要填写 我在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写 那都正常填写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保存进行申报啊 申报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晴天的出口退税申报系统 再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要干嘛呢 我们既然已经生成了征免了 自检也 自主半岁也 也给他自检完了 下面就是要正式申报了啊 正式申报了 正式申报之后呢 同样大家也分为我们的这个五指化企业 或者是有指化申报的企业了啊 那么五指化申报你擦上水平盘 五指化申报企业呢 你都直接进行申成就可以了啊 好点击确定 好了 在这里边 请在灯碎申报表完成之后呢 并确保第二来后一致 我们肯定是保持这一致了啊 点击生成 好桌面 也是桌面上一个文件啊 好 生成了我们的这个申报了啊 然后呢 我们叫插 插下去啊 然后呢 来到桌面啊 来到桌面 哎 这个叫生产企业正式申报数据 把这个数据呢 哎 进行传输 传输到哪呢 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出入退税申报里面啊 然后呢 点击生产企业正式申报 然后呢 浏览确认上传 完成正式的这个申报啊 那么到了月底呢 我们会有一个正审反馈的信息 大家可以读到退税系统里面去啊 可以读到退税系统里面去 在月底的时候读音 没读也可以啊 其实不影响我们退税的这个申报了啊 好 那么当然了 我们回头还要进行相关的打印啊 打印啊 打印在哪里面啊 我们的这个数据处理里面啊 打印申报啊 年底退税的申报数据啊 好 这里面有明细表 我们一般直接看汇总表啊 因为汇总表呢 它会 看出我们的这个退税额和我们年底税额呢 到底是多少 好 好 我们看 年底退税额是49140 49140和我们所计算出来的对不对呢 哎 正好 49140 由于当期留底只有6660 对吧 6660啊 6600 所以我们只能退什么6660 而免底税额是多少呢 42480 那么这个都和我们这个是完全相符 我们就根据数据要多少 我们就打印多少 然后呢 呃 给它打印出来 但它下面也提示了 建议单个报表足以打印啊 你打印多了 可能死机了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好了 那么我们6月份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申报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